2019年7月9日,距离10月18日将在湖北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还有一百天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这一国际活动的筹备情况 本届军运会执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郭建中介绍 截止目前已有105个国家报名参赛,包括世界主要军事体育强国 这对中国参赛军人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我们中旧军事体育训练的特点规律 左仰倒计是一百天这个间断性的要求 借全军大抓施战化练兵的好形势 狠抓了运动队的专项技术突破 心理数字磨练 目前以运动员为中心搞好服务保障 对使用信奉剂一贯持零容忍的态度 另一位执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胡亚波介绍 目前军运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全力以赴推进 一是场馆的建设全面完工 二是赛事组织全力冲刺 三是大型活动顺利推进 四是保障工作不到完善 五是城市功能明显提升 六是新闻宣传持续升温 有记者提问 普通民众或者外国观众能不能到现场观赛 如果可以的话通过哪种途径可以买到票 郭剑忠表示军运会区别于其他大型赛会的特点之一 就是具备军事特色 而此次军运会将坚持开门办赛的理念 胡亚波一介绍了军运会门票的销售方式及价格 具体来讲我们是分两个阶段来售票 一个是8到9月 我们会通过公开注册预售的方式 在武汉军运会的光帆网站 军运会执委会指定的门票一个代售渠道进行售票 另外就是9月以后一直到比赛结束 我们也会通过执委会的指定门票代售网点 以及现场售票的方式 另外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这次门票的价格问题 我们这个门票的整个分9档吧 这个价格 最低价格10块钱 最高的200块钱 大概平均低80块钱的票价占到90% 我们测算了一下平均票价大概50块钱 据介绍本届军运会火炬将于8月1日开始传递 共有包括南昌、尊义、延安、西百坡等43个站点 打响军运会的开场罗